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Silver 那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樣 經常都交到場面亂組 今天就教大家三招 輕鬆解決這個問題 首先我們把不要的東西 先刪除 其實這個程序 是很花時間和心思的 但最大的問題 其實是我們不知道 哪些文件或者檔案是不需要的 我建議大家可以看看時間日期 有些很久 可能已經過了幾年都沒有用的檔案 或者文件 其實都是不需要放在場面上 或者可以放在一些HardDisk 或者其他的儲存空間裡面 如果你電腦的儲存記憶體是不足夠的話 其實都可以選擇網上很多的虛擬儲存空間 例如Google Drive Google Cloud Dropbox 轉眼間 我們已經做好頭的兩個步驟 分別就是 將不要的東西擦除 然後將它們分類 再來我們就會開幾個檔案 按文件夾 將它們入檔 那為什麼我會建議大家開一些文件夾 去歸檔 因為其實Windows的系統會幫你定期的自動排列 按照它自己的系統方式去幫你排列 即是說你在場面放得多漂亮都沒有用 它會將你的檔案由頭再收拾 雖然Mac iOS的系統是沒有這個影響 但是其實將這些檔案分類入檔案 都是不方便自己看的 那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分類方法 有些就喜歡用時間日期 分年月日 也有人會將它們分為一些不同的檔案格式 譬如是PDF Word JPG 或者其他的格式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分類型的 將它們分成圖片、文字、影片和聲音 這四大返錯 那不經不覺已經搞定了 希望這條影片幫到你們處理桌面混亂這個問題 拜拜 謝謝 謝謝 謝謝